一日还教 终身还教理念的老师们 大家好 非常荣幸 今年环境教育场域的评审 能够侵读许多老师用心设计的教案 今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是 不同学校的老师 结合在一起 带某一个学校的学生 一起去探访山林 在这个设计当中 不只是对人文历史 自然生态有所涉猎 并且也非常强调 人在山林当中 对自己的对话 对植物的对话 以及对山岳这些的对话 它是充满了一个环境伦理的觉知 不过呢 我也提醒老师们 在设计这个教案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提醒学生 山林安全的步骤 以及可以更带动学生 来爱护山林 达到无痕山林的理念 另外呢 许多老师都非常用心 在设计这个教案 设计的时候 不妨注意到让其他老师应用的时候 我们呢 要聚焦在某一种特定的环境教育主题 以及实质内涵 不要包罗万象 让这个教案呢 不能够聚焦 以上的一些小提点 希望大家未来在做101教案 申选提案的时候 都能够做到比较完美的地步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们是 米之敬 朱之敬 情境之敬 教学团队 他是爱萍 他是风郎 他是志文 对我们来说 带学生去国外教学不难 难得是 让人共鸣的切身一体 设计教育活动也不难 难得是 扣人心弦的深度触动 我们带领孩子 走访朱之湖 彭莱米故事馆 探究彭莱米 育种的曲折历程 探究小油坑 不见天日的建筑林 体验传说中的财损秘境 攀登基金山 走如梦花湖的极心山境 倾听自然的摄影 行前我们有介绍到 十丛植物小毛专台 没想到学生真的 自己在路上 发现小毛专台 更惊讶的是 见有学生 从背包里拿出 问白铁的幼虫 当作小毛专台的礼物 原来学生是有备而来 希望透过这次 亲师生充分准备的 还教活动 让孩子懂得 拜访大自然 做好准备 受力无求 做好准备 用个人做好准备 把手重做好 给我们选的 做好准备 做好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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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